好 信用风险的识别内容和方法 我们讲每一个风险 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讲 识别什么 识别 计量 监测 控制 好 讲到信用风险 刚才我们讲了信用风险分类 就要讲信用风险 怎么认识 什么叫信用风险 什么时候出现的叫信用风险 怎么认识 三个方法 基本信息分析 财务状况分析 和非财务状况分析 好 就这三个方面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信用风险分析 就这三个方面 其他风险分析不一定 好 基本信息分析 分析哪些呢 客户类型 经营情况 信用记录 好 这里的信用分析呢 他这个这个基本面分析呢 他不针对个人 他还没有针对个人 因为他把客户类型 他划分为两类了 企业法人和机构法人 其实还有一个个人法人 就个人法人 好 那么所谓的企业法人 一般的公司 都叫企业法人 而机构法人呢 是指的金融机构 主要是指的金融机构 其实他是这样的 客户类型分 法人客户和个人客户 这是类型 他应该这么分 他应该这么分 法人和个人 好 那么法人底下才分 企业法人和机构法人 他是这么来分的 经营情况分析 比如说业务范围 盈利能力 盈利情况 信用状况 信用状况主要是指 他以前有没有五页记录 好 这些都是基本面分析 前面我们讲技术分析的时候 这叫基本面分析 这里信用风险 叫基本信息分析 换汤不换药 一个意思 第二个财务状况分析 我们也不说了 前面基本面分析的时候 也讲过了 有报表分析 财务比率分析 现金流量分析 又是三种 请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多选题 财务状况分析的 三种分析方法 报表分析 比率分析 现金流量分析 那么主要关注的风险 四类 又是一个多选题 报表风险 经营管理状况 资产管理状况 负债管理状况 四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好记 资产管理状况 关注了就一定要关注 负债管理状况 有同学问我 那还要不要关注 所有者权益状况 还用吗 这两个意见 就是所有者权益了 你非得三个都搞到 经营管理状况 和财务报表的风险 四大类 财务状况 三种方法 四类风险 请大家注意 信用风险识别 三个方面 基本面 基本信息 财务信息 非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当中 三个方法 报表 财务比率 现金流 四个风险 报表风险 经营状况 资产管理状况 负债管理状况 好 捋清楚了 好 那么非财务因素 分析就多了 主要考验什么 管理层 行业 生产与经营风险 宏观经济 社会及自然环境等方面 这有可能也会出到一个多选题 请大家要背 好 我们来看 进行信用风险识别 应该从什么等方面入手 基本信息分析 财务状况分析 非财务因素分析 是不是这三类 是不是这三类 我们再强调一次 财务状况分析 三种方法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大题选什么 都说了 123 选B 选B 好 接着来 对法人客户的财务状况分析 采取什么方法 报表分析 比财务比率分析 现金流量分析 是不是 没有对比分析 234 什么 选C 我再把这几个 长考的题给大家强调一下 好 法人客户分析完了 分析什么 分析个人客户 分析个人客户 个人客户一样的 一样的 基本情况分析 财务状况分析 什么 非财务状况分析 非财务因素分析少一点 好 我们把基本信息分析 和财务状况分析 过一下 基本信息分析 我们对法人客户 要什么 要分类型 要看他的违约记录 对个人情况呢 也一定要这样的 分析客户类型 基本经营情况 信用状况 是一样的 第二个 财务状况分析 评价管理业绩 经营效率 进而识别信用风险 个人单一法人客户 这是单一法人 对任何人法人 都要这样的 那么分析主要 资产分析表 损益表 比率分析 主要是这几个比率 请大家注意 这要考多选题了 对单一法人的 财务分析当中 财务比率分析 分析盈利能力 效率比率 杠杆比率和流动比率 四大类比率 这是四个 大家一看 只要是四啊 三啊 这容易考多选题 现金流量分析 是什么 经营活动现金流 投资活动现金流 融资活动现金流 这个只要你对 现金流量表熟悉 就可以 没问题 好 那么财务报表分析 应该关注的内容 这是一个多选题 参考 第一个 报表风险 管理状况 资产管理状况 负债管理状况 是不是这四个 就是这四个嘛 主要编制什么 报表风险 主要是指编制 合不合规 对不对 是否反映客户真实的 和潜在的风险 而经营管理状况 分析什么 可以通过分析损益表 评价公司的销售情况 成本控制情况 及盈利能力 这又是个多选题 销售情况 成本控制情况 盈利能力 这是评价 经营情况的三个要素 好 那么资产管理状况 什么 质量分析 流动性分析 和组合分析 这个不会考 负债状况 分析负债的期限结构 主要分析负债的期限结构 主要是是不是 比如长期负债 是不是常债常用 短债常用 常债短用 常债短用没有问题 而短债常用有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我 你借了一笔钱 人家只借给你三个月 结果你做了一个 一年期的基础建设 那三个月以后 人家让你还钱 你拿啥还 对不对 你还不出来 那么比率分析 关注的内容 我刚才说了四个内容 对不对 盈利能力 效率 杠杆 流动比率 我们来看一下 盈利能力是用来衡量管理层将收入转换为实际利润的这么一个效率 好 请大家注意 这一部分他要逆向考察单选题 逆向考察单选题 比如说用来衡量管理层将收入转换为实际利润的效率的指标 是哪个指标 流动比率 杠杆比率 效率比率和盈利能力比率 很多人会去选效率比率 因为他这里有个效率问题 而其实不是 但是这是盈利能力 而效率是指什么 是管理和控制资产的能力 叫效率比率 好 杠杆比率是用来衡量企业所有者利用自由资金撬动杠杆 比如你有一百块钱 你能借出三百块钱了 杠杆 获得融资的能力 主要是杠杆对应的是融资 也判断他的偿债资格和偿债能力 你杠杆用的太大了 是不是你还不起啊 因此杠杆比率判断融资能力 流动比率呢 是反映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 记住 因为什么 比如说他的资产他有钱 他有资产呢 他的东西很值钱 全是厂房 机械设备 但是你说明天要还我钱 行不行 他够那么多资产 但是他的流动性不足 他得变卖 他得需要时间 对不对 因此流动比率判断的是 短期偿债能力 杠杆比率判断的是融资能力 效率比率判断的是 控制资产的能力 盈利能力才是反映的 收入转换为利润的能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 以下可以衡量管理层控制费用 并获得投资收益的能力的指标 是我们回预一下 看哪个 控制费用获得投资收益 也就是控制费用低了 才能够把收入转换为利润 对不对 因此这类型选哪个 这个选A 盈利能力的比率 好 非财务运输的分析 主要是与财务分析相互补充 互为印证的 好 最后还加一个前面没有提到的 单一法人要分析一个担保分析 要做一个担保分析 就是说 他的担保是否充分 担保的方式 多选题 多选题 保证抵押 质押留置与定金 大家知不知道抵押和质押的区别 质押是东西要放在别人那 抵押不用放在那 比如说我们买房子 做的按揭贷款 是抵押还是质押 是抵押是吧 因为房子是你自己住着 钱是银行借给你的 你并没有把房子放到银行去 你自己住着 房子在你自己手里 而质押呢 质押的话 比如说 我 我们到那个典当行去借钱 叫什么 叫质押 对不对 要把你的东西 比如拿个手桌 拿个表 你说我押一百块钱 你借我一百块钱 我把这个压在你那 你是把表给了人家的 在债权人手里 对不对 如果说表还戴在你手上呢 叫抵押 这就是抵制押的区别 好 我们刚才分析了单一法人 接下来我们分析集团法人 集团法人跟单一法人分析 并没有什么不同 一样是什么 基本信息分析 财务分析 非财务分析 好 但是呢 我们对他的整体分析 除了按照单一法人进行分析以外 还要对关联交易进行分析和判断 这是集团法人和单一法人最大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 因为他集团是有好多单一法人结合起来的 那么在这些关联交易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重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风险特征 风险特征 集团法人客户的风险特征 有哪些 这是一个多选题 经常考 请大家要注意 第一个 内部关联交易频繁 因为集团嘛 他有成上下游产业链 对不对 第二个 连环担保十分普遍 第三个 真实的财务状况难以掌握 为什么 因为 就是因为他的内部关联交易频繁 他可以控制交易价格交易量 因此他可以控制财务报表 第四个 系统性的风险比较高 第五个 风险识别和带后管理难度比较大 为什么他的系统性风险高 他的产业链结合的太长了 不管是横向的集团 还是纵向的集团 只要一个问题出 比如说我一个条利率 他所有的都要受到影响 对不对 那么系统性风险是很高的 风险识别和带后管理难度大 就是因为他的真实财务难以掌握 关联交易十分频繁 连环担保十分普遍 所以他们三个是他的因 这是果 因果关系 好 在分析完法人以后 单一的法人客户 集团法人客户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个人客户 个人客户 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个大路者 基本信息分析 财务分析 非财务信息分析 财务分析 那么个人就也有个人资产负债表的 基本信息分析 那就不是他的什么客户类型 经营情况 信用记录了 那就是什么 年龄职业收入 财产信用记录 教育背景等相关的资料 这是对个人的 那么他的方法呢 他的方法 这些请大家记住 这是个多选题 个人信用分析 要识别的要件 第二个 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 面谈 电话访谈 实地考察 这三种方法 这是个人信用识别的方法 这是个人信用风险识别方法 那么识别的要素是什么呢 那么了解 借款人保证人 出资人抵押人的 身份证件是否真实有效 这是一个 担保资料是否符合规定 这是第二个 居住情况 三个 婚姻情况 四个 家庭情况 五个 联系方式 六个 职业情况 七个 所在单位任职情况 八个 这八个要素 这八个要素 多选题 考察概率 虽然比较低 但是也考过 也考过 好 那么个人信贷产品的分类 和风险分析 个人一般找银行借钱 他所谓基本上出于金融机构 找银行贷款 借钱才有信用风险 一般是什么呢 住房按揭贷款 还有就是零售贷款 如果零售贷款 不用信用卡 小额贷 分期 这些都叫零售贷款 好 那么个人住房的贷款 主要有什么 经销商风险 假按揭风险 房价价值下跌 导致抄跌不足的风险 和借款人经济状况 变动的风险 这四类多选题 经常考 经常考 经销商风险就是什么 经销商有问题 他通过伪造假身份证 以前我没有弄过 对不对 以前都听说过新闻报道 本来这个房子还没卖出去 经销商为了尽快回款 弄一堆假身份证去贷款 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经销商回款了 结果没有人真实买房 那个银行 接了一堆烂房子 假按揭也是这样的 通过按揭来骗贷 骗贷 他说我要买房子 实际上他不是买房子 他把银行 拿来给他买房子的钱 拿去挪作他用 假按揭 房产价值下跌 导致抄跌不足的风险 比如说这个房子100万 你借了70万 你自己付了30万 这个房子是归银行的 如果说有一天 你还不起这70万 银行把这房子 卖出100万来 他70万的贷款 是有保障的 现在这个房子跌了 只值60万了 你不还钱了 所以有种断供 对不对 房价下跌要会断供 那银行即使把这房子 卖了也只能卖出60万 他还不还 也就70万 房价下跌 导致抄抵押不足 会有风险 个人经济状况变动 也会发生风险 你不还了 断供 对不对 你收入下降 还不起 个人零售贷款的风险 主要是有什么 真实情况难掌握 特别是无固定职业者 和自由职业者 那么借款人 常债能力不稳定 购买的质量有问题 或价格下跌 导致消费者不愿意履约 抵押权益实现困难 个人生产 或者销售活动失败 资金中长困难 这些很少考到 但是大家考察 概率大概10%到20% 大家有一个了解 好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个人信贷 零售 按揭贷款 还有一种叫贷款组合 对于金融行业来说 它放出很多贷款 有法人的 有集团的 有个人的 有零售的 有按揭的 对不对 它就构成一个什么 贷款组合了 好 那么贷款组合 它受到的信用风险呢 从三个角度来识别 宏观 行业 地区 宏观 行业 地区 那么宏观 行业是 系统性风险 对贷款组合的 整体的一个影响 那么 行业风险呢 就是说 当某些行业出现 产业结构调整 原材料 什么价格变动 竞争 家具 这些情况 这个行业都会 不好了 对不对 那么 常债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造成系统性的 信用风险损失 地区风险呢 也就是说 比如某一个地区 地震了 对不对 那所有厂房都垮了 工业企业 恢复不了生产 遭受了巨大损失 还不起你钱呢 对不对 这种方面 政治经济社会 等方面出现的不利因素 使得 处于这个地区的借款人 他的信用风险增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 进行信用风险识别时 采用 财务报表分析法 应特别关注的内容 好 我们刚才说了 关注什么 报表风险 经营管理状况 资产管理状况 和负债管理状况 是不是这四类啊 因此这个提选 是不是啊 财务报表分析的四个关注点 包括我前面提到的 这个这个叫比率分析的四类比率 请大家一定要重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内容 什么叫客户评级呢 是投资机构对客户 常债能力和常债意愿的计量和评价 请大家一定注意这个 评级 评的是什么啊 不是评的你的体量规模 是常债能力和常债意愿 第一 你还不还得起钱 第二 你愿不愿意还钱 那么 他 这个评级反映了什么 他的作用 反映了违约风险的大小 对不对 如果说你又还不起钱 或者说是不愿意还钱 你是不是不还钱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违约风险会比较大 一般评价主体是商业银行 一般是银行来评价其他 评价目标是客户的违约风险 评价结果是信用等级和违约概率 以这个为结果 信用等级高的违约概率低吗 对不对 那你的风险就小吗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好 那么他的评价的内容 首先 我们要说什么叫违约 因为叫违约概率 违约概率就是违约的可能性 那违约是什么 违约实际上就是违反约定不还钱 就这么简单 是估计违约概率 违约损失率和风险暴露的重要基础 这些都是建立在违约这个概念上的 违约就是违反约定不还钱 就这么简单 那么实质违约一般是按照90天的 这是书上没有的 我给大家补充 按照巴塞尔协会的规定 什么叫90天才要实质违约 就是说你不还钱 欠债不还 包括利息你不还 要达到90天才能够认定为实质违约 而第二个交叉违约的认定 什么叫交叉违约 就是说你欠他的钱不还 我也认定为你对我违约了 因为你欠他不还 又有可能有一天欠我不还钱 对不对 因此交叉违约也是目前经常会出现的 只要是你对你欠了别人的钱不还 我就认为你是欠了我的钱不还 交叉违约的认定 好 第二个违约概率 违约概率就是违约的可能性 那就是在某一个时期发生违约的可能性 对不对 一般定义为内部评级一年期违约概率和0.03的较高者 百分之0.03的较高者 就是取高限 如果说你觉得他一年内不还钱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 那他的违约概率是多少 百分之五十 如果说你觉得他一年内不还钱的可能性非常低 只有百分之0.01 那最低最低要取多少 取0.03百分之 对不对 好 第三个违约概率的估计 我们前面说了 违约概率是一个统计量 它是靠估计 估计什么 就猜 算出来的 那么就是某一 单一客户的违约概率 有两个方面 他估计两个 第一个单一客户的违约概率和某一信用等级的 违约的可能性 那么他们可以使违约概率预测模型 得到每一个债务人违约概率的简单平均值 来算某一个等级的所有客户的违约概率 好 我们来看一个真题 客户评级是对客户什么的计量和评价 反映客户违约风险的大小 我刚才说了 第一个 你能不能还得起钱 第二个是什么 你愿不愿意还钱 因此这道题是不是选币啊 评级就是凭的 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 好 再看一个 根据巴塞尔协议 违约的定义是估计什么等信用风险参数的基础啊 我们刚才说了 有违约概率 违约损失率 违约风险暴露 是不是 这三个是重要的要素 因此这道题选C 违约概率 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 好 客户评级的计量方法 怎么去评的呢 我们分 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低级到高级 最开始是也是人拍脑袋 专家评分法 对吧 专家 你这个人走到这个专家一看 根据这个你的基本信息财务状态分析 将是A级 对吧 他一般还得起钱 也愿意还钱 专家判断法 第二个信用评分模型 按评分 一个人来打分 第三个概率模型 概率模型就是数字模型来算 都是我们来看 专家判断法 就依赖专家的自身专业知识 技能和丰富的经验来判断 运用分析工具都很少 就是拍脑袋 凭感觉 那么主观的评定信用风险 那么关注两方面的 一个与借款人有关的因素 第二个与市场有关的因素 这个有可能会被考到多选题 在专家评分法当中 与个人有关的因素有哪些呢 生育杠杆收益波动性 收益波动性主要是什么 考虑你如果说是个体户做生意 并不是说你考虑工薪阶层的 与市场有关的因素 包括什么 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政策和利率水平 这三个 这两个点有可能会被考到 抽出一个多选题来考 好 第二个阶段是信用评分模型 信用评分模型 就是用量化的模型 利用可观测到的 这款人的一些特征变量 计算一个数值 来代表债务人的信用风险 比如说他的资产规模是三千亿以上 一千亿以上得多少分三千亿以上得多少分 三千亿以上我认为他叫常债能力更好一点 对不对 他就总共有那么多钱 钱越来越多 他常债能力就会的就会好 那么比如一千亿以上得三分 三千亿以上得五分 一万亿以上得十分 就这种叫信用评分模型 归类于不同的风险等级 那么个人客户 个人客户观察什么变量 收入资产年龄职业居住地 法人客户观察什么 现金流财务比率等等 那么在计量这个信用评分模型的关键是什么呢 是特征变量的选择和要素权重的确定 你比如说对个人来说 那他我觉得他是什么呢 比如说职业居住地 居住在什么北京的就评分高吗 甚至说他得五分 职业得三分 年龄得三分 资产得两分 收入得两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最后的评分是什么 给他的权重 就给他权重 如果说你把收入的权重放到80%的话 那他的总体得分就要低一点 对不对 如果说你把这个居住地的权重放到80% 他总体得分就会高一点 因此特征变量的选择和要素权重的确定 是模型的关键 好 那么代表的类型有线性概率模型 Logic模型 Properity模型和线性辨别模型 好 这个这些这几个模型是信用评分模型的这么一个代表 请大家注意有可能会考多选题 并且会要跟后面的违约概率模型进行一个对比考察 大家记住线性评分模型的这几个 信用评分模型的这几个模型的名称 线性概率 Logic Properity 然后还有线性辨别 好 第三个就是最高级的阶段 违约概率模型 常用的模型 又是模型啊 跟信用评分模型要分开 有RiskCell CreditMonitor KPMG 和死亡率 好 这几个模型容易被考到逆向的单选题 要考察什么 考察它的特征 说具备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模型 是哪一个违约 违约概率模型啊 你要能够选出来 刚好也是四个四选一 很简单 大家不用去背这么一大段话 我就告诉大家记一个特征 RiskCell模型 适用于非上市公司 并且在传统的信用评分模型 基础上发展起来 可以了 后面不用记了 后面不用记了 怎么来 怎么运用LogicProperity模型来算呢 不用 第二个 KMV的CreditMonitor模型 就记两个 适用于上市公司 跟我们的RiskCell分开 RiskCell是什么 适用于非上市公司 并且在传统的信用评分模型上发展来的 CreditMonitor适用于上市公司 还有它是把借贷关系 视为期权关系来计量的 因此CreditMonitor 这就是它的特征 期权关系 就是代表了CreditMonitor 后面不用记 第三个 风险中性定价模型 它的核心是 参与者属于风险中立 你就记得这个就可以了 风险中立 就是KPMG 风险中性定价模型 最后一个 死亡率模型 那么历史违约数据 计算不同等级的客户或债项的违约率 就是死亡率 并且分为编辑死亡率和累计死亡率 好 我现在问你 适合于非上市公司 并且由传统信用评分模型发展来的 违约概率模型是哪个 Risk Account是不是 那把借贷关系视为什么 期权 期权风险的 构造一个期权风险的是什么 CreditMonitor 是不是 那么假设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是风险中性的是什么 KPMG 对不对 那么基于历史违约数据计算的 它的违约概率是什么 是死亡率模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适合于上市公司 把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 视为期权关系的违约概率模型是 你只要看到期权 上市 选什么 CreditMonitor 对不对 就把握这两个特征就可以了 其他的是什么 非上市 传统信用评分模型 假定所有人风险中性 这个 从历史的违约概率来算 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个 债项评级 刚才我们说了 客户评级是什么 常债能力 常债意欲 而债项评级 是交易本身 注意本身 本身的特定风险 进行计量和评价 计量和评价 那么 他反映什么 第一 反映客户违约后 债项损失的大小 就如果说他不还钱了 能够损失多少 第二个 不但可以反映 债项本身的风险 还可以同时反映客户的 交易风险和信用风险 第三个 他包括的要素是 抵押地区行业 优先性和产品类别 因为这些都可以影响 他的风险特性 都可以影响他的风险特性 比如说一个地区 这是高危地区 那所有在这个地区的 他是不是风险都高啊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抵押 没有抵押 比有抵押相比 是没有抵押的 债项评级要低 风险要高啊 对不对 这好理解 那我们来介绍 违约风险暴露 违约风险暴露 什么叫违约风险暴露呢 就是有多少头寸 有多大的规模 在冒着违约的风险 他就是 违约时预期的表内项目 和表外项目的 风险暴露总额 他这个解释的不好 就是说 有多大的 有多少钱 有多少资产 在受着这个风险的影响 这就叫违约风险暴露 那么他的范围 已使用的受信预额 应收未受的利息 未使用受信额度的预期 提取数量和可能发生的相关费用 这些都是一旦违约还不回来的 对不对 有可能还不回来的 好 那么他的规模的认定 如果说已经违约了 就是说我不还你钱了 那么损失多少呢 违约时的债务账面价值 我借给你一百万 对吧 你说我不还钱了 那我的损失是多少 一百万 对吧 如果说还没有违约 他现在没有违约 那么 他的总的风险暴露 就是哪些是暴露在违约风险向下的 那就是认定为债务账面价值 表外项目认定为 已提取的金额 加上信用转换系数 乘以以承诺未提取的金额 这个只是大家不用记 了解一下 可能考察的概率非常低 第二个 违约损失率 就是说什么呢 一个债项违约后损失的金额 占据风险暴露的比例 比如说我借给你一百万 有的时候经常是说我不还钱了 那不还钱不是所有钱不还吗 对吧 不是一分钱都不还吗 你可以还我三十万四十万的 那我的违约损失率是什么 百分之六十 因为百分之六十损失掉了 就这么简单 那它的公式是一减去回收率 就是它的损失率 你收回来多少 用一减 对吧 我借给你一百万 你只还了我三十万 回收率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七十就损失了 计算方法有两种方法 市场价值法和回收现金流法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市场价值法 好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 就是通过市场上类似资产的 信用价差和违约概率 推算的违约损失率 违约损失率 比如说 张三借了我 找我借一百万 我一看 另外一个李老师 也借了李四一百万 王老师又借了王五一百万 他们这种 一般都是什么 违约以后损失百分之三十 那我可不可以推 我可不可以推测 就是这个张三 找我借的一百万 也损失百分之三十 可以这么推测 类似资产的违约概率 来推算违约损失率 前提假设是 市场上有 可以反映发行企业的 信用风险变化 并且适用于 已在市场上发行 并且可交易的 大企业政府和银行债券 这些他的违约概率 违约损失率 你是比较容易推算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 在外面借钱 你看他对别人 有多少违约损失率 那么市场价值法 又细分两种市场法 和隐含市场法 市场法是什么 采用违约债项 计量非违约债项的方法 就是你要去找 已经违约的 那么来推算 还没有违约的 隐含市场法 是不采用违约债项 直接根据信用价差 来计量的方法 这个都不重要 回收现金流法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减回收率 那么回收率呢 要包括什么呢 要减去 要减去他的回收成本 要减去他的回收成本 比如说张三 还了我30万 结果是刘老师 满世界追他 花了十几万的飞机票 才把他追回来 对不对 那你的回收率是多少 20%了 对吧 你把回收成本 要扣除 一减去回收成本 再出于违约风险暴露 就可以计算出 你的违约损失率 好 我们来看一个真题 债项评级是对什么的特定风险 进行计量和评价 反映客户违约后 估计的债项损失大小 是不是交易本身呢 对不对 对交易本身的这么一个特点 进行的考察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